其實你的故事真的很鼓舞我們香港人 其實我們香港人都很為你感到驕傲 剛才你也說了 你在人民大學那裡有讀過法律 今年你又想去中大那裡讀法律、JD 其實看到你是很有毅力、很勤力、很有決心 去向法律這邊邁進 也很感謝你來讀法律 其實我們作為律師都很高興 我想問一下你有沒有什麼事 會對一些想讀法律 或者是做律師的同學朋友去講 有沒有勉勵一下他們 或者有什麼想分享 好 其實我都用了很長時間 才現在這樣決定讀法律 我都很擔心我起步很遲 我想大家都 好像我已經在做事 我還在讀書 我也不知道我有沒有能力可以成為律師 不過我之前也有讀過一個 quote 是Oscar說 我用英文因為我翻譯得不太好 跟著他講過 如果你知道你會想要成為 你會成為你 那是你的罪 但如果你知道你會成為任何事 你會成為任何事 我可以成為任何事 他會說 意思就是好像很多人覺得 you first call yourself, for example, 一個 artist, know who you are and know what you're about, then you can start making art. 但是他想說, 你要去做, you have to do this stuff first, then you can worry about who you are and what it is. 接著 the importance is the practice, the verb. 就是好像我在建議上 是我的 passion. 我覺得我成世人, 我都會繼續 do fencing, 我是很喜歡 fencing, 是一個 lifelong的 passion. 但是我可以, 還有很多東西都可以 令我找到自己的 purpose 或者 interest去做的, 去學習, 就是現在我可以有, 幸好有機會, 家人支持我, 可以讓我繼續讀書, 可以讓我繼續打劍, 可以去做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們不用說經常打算 一定要做一件事, 然後運動員就是應該, 我就應該要去, 只要天天去練習, 這樣。 還有一個就是, 我之前還讀過一個 quote, 我覺得很, 令我很大的, 很令我反省, 就是他說, I like how I feel when I think that I am doing things that a younger version of me would be proud of, not the older version. 這個都是我想起初心啦, 或者你小時候, 你想成為一個什麼人, not the older version, 因為我們大越人越來越大的時候, 就給了更加很多不同的環境啊, 或者其他東西去影響到自己的夢想啊, 或者一個追求啊, 會想想起一個小時候, 一個小朋友的你會為你現在所做的事, 這樣都很驕傲啦。 Vivian, 我真的很同意, 很同意, 最重要是那個初心, passion, 找到人生的 purpose, 找到一個interest, 去pursue不同的東西, 真是很感謝你這樣和我們分享的東西。 謝謝, 其實那團火呢, 真是有時候做人, 就是我話說, 越來越大過開始有一點點, 那團火就什麼? 所以要找到一個初心, 找到那團火出門去繼續進去。 還有一個很大的體會是, 因為我好像做訪問啊, 經常會想, 我經常會覺得, 我很感謝他讓我找回自己, 或者了解自己, 這個自己是怎樣的, 我是喜歡什麼, 我是想做什麼的, 但是同時,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 是做運動, 或者做我們喜歡做的東西, 是進入這種忘我的狀態, 你是會忘記了自己, 忘記了這些時間, 過得很快的時候, 所以當你找不到自己, 找不到的 passion, 因為我覺得很多年輕人, 或者我都是幸運找到劍擊, 如果不是劍擊, 我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或者讀書啊, 一直在找這樣, 但是如果有些什麼 activities, 可能是畫畫, 或者唱歌, 這些東西可以令你忙我的時候, 這些都是很珍貴的經濟的 experience。